经历两年的争议 今天德国联盟党和盛民党在联邦议院通过了IT安全法2.0 此法又被称作华为法 将会为德国彻底的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提供法律框架 但是此法也不仅仅是针对华为 根据法案 核心网络设备未来除了必须通过技术审查 还得要由德国内政部进行安全审查 采用这些设备必须要符合德国、欧盟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安全政策的目标 而且制造商如果参与危害公共和国家安全的行动 直接或间接地受外国政府控制 内政部就有权禁止使用这些设备 德国商报报道 代表执政机民党党团报告的博恩史蒂尔表示 技术和安全的两阶段审查将可有效的确保数位基础建设不被独裁国家刺探 破坏和政治干预 除此之外新法还规定设备供应商必须要提供全面的品质保证 德国有关方面除了对其会进行技术上的检查之外 还会另外进行政治上的检查 德国之声报道 在此之前德国官方做出相关评估的根据 是制造商自己发表的可信度声明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议员马蒂亚斯米德尔伯格表示 安全政策问题现在将成为5G网络扩展中的核心问题 这部法律是在围绕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商华为 以及5G电信网络扩张的长期讨论之后所制定的 美国过去就指责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密切联系 并且对该公司进行严厉的制裁 指控华为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 不过华为方面否认了这些指控 而现在德国的新法律 为把华为这样的公司排除在德国5G网络扩张之外 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法律框架 同样来自于基民党的联邦议员贝恩施蒂尔表示 新法律允许对所有的制造商进行技术与政治评估 而这不仅仅是针对华为 德国外长马斯则表示 电信设备的风险光靠技术审查是很难控管 有必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查 深入我们敏感的日常生活的科技 必须要值得信赖 而美国自从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 就不断地说服西方盟友 应该要排除华为等等 与中国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企业参与5G建设 以避免国安遭受威胁 在德国新法通过之后 美国方面也表达了赞赏 美国驻德大使馆发言人说 新法为国家安全 个人隐私和人权提供了保障的框架 可辨别无法信赖的厂商 并且将他们排除在5G网络之外 美国鼓励伙伴透过立法 阻止对安全造成威胁的供应声 这部新法赋予政府相当大的权力 决定是否采用特地的电信设备 不过德国即将在9月底举行大选 因此最后要如何地落实新法 将会取决于下一任的政府 6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亲自前往英国 参与G7会议 预计在该会议中 拜登将会聚焦于民主国家 与专制国家间的战略抵对关系 白宫高官今天更表示了 美国将会敦促G7盟国 就新疆强迫劳动一事 加强对中国施压 路透社报道 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兼国家经济会议副主任辛赫表示 在英国康瓦尔举行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 将会聚焦在卫生安全 对新冠肺炎疫情 采取一致的经济因应措施 对气候变迁采取具体行动 以及强调G7国家内部的 共同民主价值观 辛赫表示 G7面临的严禁挑战 是要证明开放的社会与民主社会 仍然自有可能解决全球首要问题 专制体制并非最佳的解决路径 另外华府已经就新疆侵犯人权议题 对中国采取有利行动 但是将试图扩大与G7盟国的合作 自欧盟与五眼联盟国家 针对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国人员祭出制裁之后 可以看见民主国家 对中国人权现况的关注 有显著提升的倾向 8月22号 英国下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动议 认定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 构成了种族灭绝 以及反人权罪 该动议虽然不具约束力 无法迫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 但是此举已经表明了 英国政治人物对中国 涉嫌侵犯人权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而拜登政府并不打算止步于此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美国方面仍会持续地 对新疆议题向中国施压 而面对来自于多国的指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所谓中国存在种族灭绝 是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 根据外交部网站 赵立坚表示 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 是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 中国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他还表示 英国自身的问题够多了 这些英国议员们 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 为自己的选民多干点实事吧 中央社综合报道 拜登上任以来 23号首都的与土耳其总统 期间进行场边会晤 不过要求不具名的土耳其官员 向独立新闻媒体中东之言表示 拜登已经向爱尔多安表示 他将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 中东之言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即战后 于1915年至1923年间 在土耳其的前身 阿图曼帝国统治之下 预估有150万亚美尼亚人 因为系统性的驱逐 饥饿和谋杀而上升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1919年之前 对此事件的定调 土耳其坚持 反对种族屠杀的说法 土耳其方面强调 亚美尼亚夸大族裔的死亡人数 而且阿图曼帝国时期 瓦解时期 土耳其亦同样的是死伤惨重 用种族灭绝来形容此一事件 对土耳其领导人而言是十分的敏感 认为那是一场造成双方都死伤惨重的悲剧 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日前就表示 只要拜登以任何方式承认此事为种族灭绝 将会使已经与北约紧绷的关系更加恶化 不过拜登在竞选白宫之位时 就曾经承诺要将亚美尼亚事件定义为种族灭绝 如今拜登似乎决定要兑现选举承诺 不过在拜登与埃尔多安通话之后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于当地时间周三只表示 白宫可能会在亚美尼亚屠杀纪念日中有更多的表示 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相关细节 今年为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回首过往 或许谁也没想到 中美关系会走到今日严重对立的局面 中央社报道 9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季星吉 今日世线参加了北京的纪念活动 致此时表示 乒乓外交是个值得纪念的重要事件 这个事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做出重大决策 有时要从一些小的步骤做起 同时 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是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成分 季星吉表示 在当前美中两国围绕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之时 这事件也代表了 我们许多人对于未来的一份期待 那就是美中两国人民 能够基于两国在世界格局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在彼此之间达成一种谅解 他并且强调了 期待美中两国都卸任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则是在会中致辞时强调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口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胜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说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 除夕通话精神 从两国人民福祉出发 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和动力 聚焦合作 管控分析 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为共同战胜疫情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重大的贡献 英尼伊萨浅舰舰在21号进行训练式失联 预估氧气储存量会在今日凌晨耗尽 目前舰上53名人员生还希望十分渺茫 综合报道指出 印尼海军已经派遣了救援直升机和船舰 到潜舰失去信号的区域 澳洲方面也派出配备声纳系统的军舰 和一架直升机协助搜寻 印度伊萨深潜救援舰也在赶来的途中 但是失联潜舰舰身破裂的隐忧升高 大部分救援系统都没有办法在水深600公尺处操作 印尼当局相信 失联潜舰沉没于水深600至700公尺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扯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徐瑞玲说道 现在恐怕得要考虑到 潜舰已经下沉到超过本身最大效潜深度后 导致舰体破裂的可能性 而最新消息指出 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表示 他们在这艘潜舰失联后 最后通报的海域已经发现了残骸 尤多指出 经侦测这艘潜舰目前在的水深850公尺处 已经远远超过潜舰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艘因为执行飞射鱼雷演练而失踪的潜舰 原本的设计所能够承受的水深只有500公尺 另外美联社报道 尤多指出了 救援人员还发现许多物件 其中包括了鱼雷较直击的零件 用于潜望近的油瓶 以及穆斯林礼拜坦 尤多指出 目前对该潜舰的下落 已经从失踪失联转变为沉默阶段 感谢观看